過去 過去幾年間 有著網紅這個稱號 這個稱呼的時候 我在直播當中 可能有很多的 或者是導致各位覺得不舒服 尬拍子那麼大小 還是任何的事情 我為我以前我直播說的這些 我先為我這件事情道歉 對不起 大家都會一直問我說 欸鳳梨 阿嬤那個你有跟人家道歉了嗎 阿嬤怎麼樣 我不是沒有去找 我有找 我找到的時候我自然會去講 最近發生的事情 這個保母案 我想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認為說 去打人的 就是鳳梨你啦 你叫人家去打人啦 你叫人家去撒名紙啦 你叫人家去丟雞蛋啦 你叫人家怎麼樣去下跪啦 怎麼樣有的沒的 我的朋友 他的小孩子 送到保母家 送到保母家之後 結果就發生這樣子的悲劇 人家委託我幫忙 能不能幫他們發聲 站在我的角度 我一定 我一定 一定會這麼做 如果保母 是因為 我當初我發了一篇文章 或者是我有提到說 我朋友的小孩去撞到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我只是這樣 發生 跟當時的大家一樣的發生 那 我得去承受這些的話 OK 我願意跟保母 還有保母的一家人道歉 對 對不起 我認為我很想 回到 正常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 可能 我可能沒辦法 這樣過 接下來的日子我就是 只會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也不會再去多管 任何的事情 或者是發表 一些其他的意見 刻意要 詆毀我 或者是要把我 抹黑到 掛 那我告訴你們 你成功了 恭喜你 你成功了 那接下來的我 我會以一般人的身份 然後來捍衛我自己 應該有個權益 我為我以前我直播 說的這些 我道歉 我先為我這件事情道歉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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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這幾天的時間 我決定 必須要跟大家把事情 都講清楚 那有些事情 也必須跟各位還原一下 也必須跟各位還原一下 那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得從我的事情開始講 過去 過去幾年間 有著網紅 這個稱號 這個稱呼的時候 我在直播當中 我在我自己的直播當中 包括疫情期間 可能有很多的爆出口 罵髒話 三字經 或者是導致各位 覺得不舒服 尬拍小孩大小 還是任何的事情 我為我以前我直播說的這些 我道歉 我先為我這件事情道歉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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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因為我認為 我認為這樣 或許 社會觀感不好 還是怎麼樣 所以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有好長好長一段時間 我完全完全 沒有接任何的代言 沒有接節目 也沒有接 任何 關於網紅可以做的 一些事情 我也沒有直播 我退到我的本位 我回來做我的生意 我回來做我的生意 但是當我回來做我生意的時候 還是會有很多人 要將我的一些事情放大 放大來檢視 那至於大家最care的 就是 在我18 18、19歲的時候 這個詐騙案 判決書 基本上它是公開透明的 大家都可以去審視查閱 我的判決書上面 或許我不是主謀 但我確實就是 其中一個共犯 那在當時 在當時 雖然 我的家人 也有跟 這位阿嬤 跟阿公 有登門 親自登門 拜訪 然後致歉 甚至包了紅包 我也因為此案 我入獄 服刑 但是我認為 在網紅 的這個身份的時候 我確實是應該接受審視 而且社會 也會認為說 欸 鳳梨你 去服刑完畢了 可是 人家被害人的家屬 這個是一輩子的事情 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件事情 我並不是 都沒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從今年的三四月 我真的委託非常多人 我在找這個阿嬤 我在找這個阿嬤 的家人 那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提出來報告 是因為 我這件事情 我還沒有處理得非常圓滿 我希望等我整個處理圓滿之後 我去致歉了 我跟人家 達成和解 我什麼東西 我都做完了 我在跟各位講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所以才會停滯了這幾個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大家都會一直問我說 欸鳳梨 阿嬤那個你有跟人家道歉了嗎 阿嬤怎麼樣 我不是沒有去找 我有找 我找到的時候我自然會去講 再來 最近發生的事情 這個保母案 我想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保母案 現在我看下來 全部 大家認為說 喔 去打人的 就是鳳梨泥阿 你叫人家去打人阿 你叫人家去撒名子阿 你叫人家去丟雞蛋阿 喔 你叫人家 怎麼樣去下跪阿 怎麼樣 有的沒的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 願意的話 我兩年前的文章 我沒有刪 我沒有刪 甚至 影片 媒體擷取的影片 各位都還找得到 都還找得到 在我 在我當下的出發點 我很簡單 我的朋友 他的小孩子 送到保母家 送到保母家之後 結果就發生這樣子的悲劇 人家委託我幫忙 能不能幫他們發聲 站在我的角度 我一定會 我一定 一定會這麼做的 我一定會這麼做的 那為什麼 我兩天前我要先道歉 因為我尊重 我尊重這一次的 司法判決 如果我 如果我 我當初的行為 我當初的行為 有影響到保母一家 有影響到保母一家的話 我願意跟 保母一家人 道歉 但是 全案還沒有定業 女童的家屬 人家也還在上訴當中 要申請在意 我認為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是客觀一點 理性一點 來面對就是 這些事情 我一直覺得 我 我一路走來 我做過 什麼不好的事情 還是怎麼樣 我都認為 我都承認 我都接受 我其實我 我都OK 但是 對於這陣子 開始 一些 莫須有 其實也不是我 我怎麼樣 然後變成 全部的風向帶到 我這邊來 好像都是我的錯 我覺得 我不太知道該怎麼說 那 至於保母一家 如果是因為 如果保母 是因為 我當初我發了一篇文章 或者是 我有提到說 我朋友的小孩 去撞到 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我只是這樣 發生 跟當時的大家一樣的發生 那 我得去承受這些的話 OK 我願意跟保母 還有保母的一家人 道歉 謝謝 對不起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家屬的事情 他們在意的事情 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 我也不方便 再去插手 不方便再去參與 或許這件事情 一提兩面 對於 對於大家 社會上的大家 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觀感看法 都不同 那 我是希望各位還是可以保持理性 然後 讓司法 能夠好好的去調查 那把這件事情 走到最後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最後的 評斷 然後 最後我是想跟大家講 在這段期間 在這段期間 在這段期間內 其實 我認為我很想 回到 正常的生活 我很想回到正常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 很多東西要被 要被講到 反正沒有的也要講你有 那 怎麼樣都 嗯 我覺得或許 或許 這樣的生活 可能 我可能沒辦法這樣過 在這段期間 我很感謝 很感謝 這些 支持我的人 那 也感謝 這些 就是 在一旁叮嚀我的人 然後或者是 審視我的人 那很感謝你們這段時間的 陪伴 接下來的日子 我就是 只會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也不會再去多管 任何的事情 或者是發表 一些其他的意見 然後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針對對我 嗯 我有做的事情我承認啦 那 針對這一些惡意的 社團 還是粉專 刻意要 詆毀我 或者是要把我 抹黑到 掛 那 我告訴你們 欸 你成功了 恭喜你 你成功了 那接下來的我 我會以一般人的身份 然後來捍衛我自己 應該有的權利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